被人抢劫 记者摄影11月31日报道 自今年入秋以来 流行的呼吸道疾病癌势汹汹 不少人都出现了咳嗽、咽红、痛等症状 严重的患者甚至喉咙如同刀割 需要吃抗生素去急诊室挂盐水 统认堂洛杉矶医学中心的人力平医师表示 据CDC统计 呼吸道感染的患者数量在最近的几周有上升趋势 他所接待的门诊病人也显著增加 据大介绍 今年最新的流感病毒被命名为H3N8 这种病毒可以快速传播 导致大量人群被感染 而近期流行的病毒除了H3N8 还有新冠病毒、RSV病毒等等 都属于呼吸道病毒 感染后都会有鼻塞、流鼻涕、咳嗽等等症状 如果出现重症需要尽快就医 洛杉矶的华人患者Steven表示 他在两周前的某一天突然间发烧、嗓子疼 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结果第二天就高烧到39摄氏度了 嗓子就像是刀割了一般 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喉咙里面全是大面积的白斑 疼到不能够说话 高烧超过了40度 去急诊室刮了盐水才退烧 最后检测出来并不是新冠 医生给他开了10天的抗生素 洛杉矶的居民李女士 在上个月也有过类似的症状 一开始是嗓子毛毛的 第二天嗓子开始剧烈疼痛 吞东西也很痛 但是测了并不是新冠 于是他去了医院 被确诊为电球均性的咽喉盐 医生开了10天的抗生素 李女士再吃了五六天之后 基本上痊愈了 于是就自己停了药 结果两天之后 病情又复发恶化 嗓子里面有白色的浓包 扁桃体化弄肿大 南加州的家庭医师邓嘉尤指出 通常情况之下 大部分患者是病毒性感染 不需要吃抗生素 如果长时间生病 或者是患者免疫力较弱 那么病毒感染就会转变为细菌感染 人体无法自愈 需要吃抗生素才可以 如果医生开了抗生素 就一定要吃完 不可以自己停药 不然病菌就不会被完全杀死 反而会产生耐药性 对于秋冬季节 各种呼吸道病毒的预防 邓嘉尤强调 平时要重视个人卫生习惯 勤洗手保持空气流通 同时要及时接种疫苗 几种疫苗可以同时打 相当于给了多重保险